當初留在了美國 後來也加入了美國籍 然後也有了這麼好的科研的環境 等等等等 就是這個會不會在你內心 也造成一種糾結 你這個問題問的是很重要 我們當時在Princeton的時候 已經生了孩子的想法 就是要回來了 美國的總統杜勒門就下一個命令 說是中國血統的人 在美國得了博士學位 在理工科的 不要讓他們回國 所以很多這種人被擋住了 您這一代的知識分子 經過了各種各樣的戰亂 鬥爭等等各種政治運動 常常會覺得 一方面是自己在做人生的選擇 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命運在選擇你 是有一些無奈在這個裡邊的 是 小賴海域的 圓人